好 那么稍后呢 我会来到第二现场 和我们的观察员 一同做职场话题的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 《非女梦署特别企划》 职场观察室 我是大卫 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观察员 仍然是曹妍和朱家英 欢迎二位 来吧 观察员老师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我们要观察的是 过往节目当中的 哪一位求职者 当时我现在想促成这个事情 就是对自己可以 你就告诉我们结果吧 后来她就办卡来了 办卡了 好 我先说说我的感受 欣怡 你的语调比较平 然后呢 没有什么激情 然后你说的又特别细 就是让人听着一片 没有重点 这个很影响你面试的成果 这小女孩从小还学武术 看身板不像 真的 你别看身板了 你看她说话这感觉 完全不像 没有那种所谓的精气神 你在上瑜伽课的时候 语气也是这么一直很平缓吗 会有一点 你又很甜美 然后呢 又说得特别慢 我就要睡着了 我都很难想象 我怎么能跟着你练起来呢 她这个算是一种风格 还是一个缺陷呢 我觉得平缓是她的性格特点 去瑜伽可能都偏向于安静 人家的都偏于安静吗 有些是 的确是 我还真看了这一期 你看了 那既然你看了那期节目 我问问你啊 你有没有像小叶那样睡着了 还真没有 我基于那个好奇 因为前面说她平缓 我看了整个片子 我会觉得 比如说如果她是个销售 并不是爱说话 爱表达 就是所谓的 大家印象当中 那个很活泛的那个 她能做好销售 这个类型呢 虽然我可能就属于 当当当机关枪的那种 但我觉得她这个 反而什么呢 就亲和力是够的 会让你觉得 还有这个类型的销售 但这个类型的销售 如果一旦做好了 她着了她的道的时候 其实她也会做得很轻松 然后她的客户 也没有那种什么呢 实时被销售的感觉 其实我被你销售 被你成交的感觉 说实话是不舒服的 连连 你看卫心仪 你能接受她这种 语速和语言表达的面貌吗 那挺舒服的呀 然后我就想坏了 我是不是就是 就是这种语速 你们俩你看 看的都是片段 你们觉得都行 您把此时此刻的场景 换作台上 然后在这个片段的 时间后面 加上一个零 我们刚才比如看了 三分钟 如果是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 五十分钟 问什么都是这种表达 那我可能就忍不了了 可能会提前灭灯 我们可以把你销售 我常常这个表达的 职印表达的